乌尔戰爭其實已經進入到了第九州 現在也不知道會打到什麼時候 但接下來可能會有另外一個尷尬的景象 就是王健王 這一個王是俄羅斯的總統普清 另外一個則是美國總統拜登 兩個人極有可能會一起出現在同一個場合 就是在年底的G20高峰會上面 這是11月登場由印尼主辦 俄羅斯是G20的成員國 自然是可以去 現在也確實傳出普清是有意願要來出席G20的 印尼的總統佐科威 他就說已經確認普清將要出席 但自從烏俄戰爭開打之後 美國等西方國家施給印尼的壓力其實不小 認為G20應該排除俄羅斯在外 但是佐科威認為主辦國就是必須要保持中立 白宮的發言人薩奇則說 現在看起來據了解 在烏俄之戰之前 印尼的總統這邊就已經對俄羅斯提出邀請了 但到底拜登會不會出席呢 確實有可能會派比較低層級的代表團 又或者是視訊來進行與會 那現在如果拜登後來是決定要親自出席的話 依照普清現在對於佐科威的說法 兩人或許真的會在G20碰頭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